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今天继续给大家讲黑镜,闭嘴跳舞 影片开头,一个男孩在餐厅打工,这时他看到一个小女孩拉下了玩具,立即上前还了小女孩 之后在餐厅后面吃饭,遇到两个服务生让他滚开,男孩并没有招惹他们,直接离开了 工作完,男孩回到家中,发现电脑在妹妹手里,很着急地拿回了电脑,但电脑中了病毒 于是男孩下载了杀毒软件,可没想到杀毒软件才是最大的病毒,这成了噩梦的开始 为了不让妹妹擅持拿自己的电脑,男孩特意给自己的门加了锁 晚上男孩妈妈要出去,让男孩看着妹妹 到了晚上,男孩看到电视中性感的明星,于是偷偷跑到房间锁好了门 对着电脑羞羞了一番 结束后,男孩突然收到一份邮件,里面有电脑拍摄男孩羞羞的视频 原来这一切都被黑客录下了 男孩很崩溃,赶紧将电脑的摄像头堵上了 黑客让男孩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不然就把视频发给所有人 男孩只好加手机号给了他们 然后男孩收到信息,让他打开定位服务,听从安排 第二天,男孩刚赶到餐厅打工 结果就收到短信,让男孩四五分钟之内赶到某个地点 如果不去或迟到,就发视频 男孩只好假装自己不舒服,离开了餐厅 骑上自行车,一个狂奔 终于赶到了指定地点 然后男孩看到一个黑人 黑人将一个包裹交给男孩 还拍了男孩的照片 原来黑人也是受黑客威胁的 之后黑客让男孩将包裹送到某个酒店某个房间 男孩想骑车过去,但拿着盒子不方便骑车 只好将车扔下,坐公交去了 在车上,男孩打开包裹 发现里面是个蛋糕,松了一口气 到达酒店房间敲门 但里面的人死活不开门 男孩只好发短信询问 黑客让男孩说是Mandy送的 男孩这么一说 一位大叔开了门,让男孩进了房间 质问男孩,Mandy在哪 男孩表示不知道,是他们让我这么做的 大叔则询问男孩,他们是谁 还看了男孩的手机 这时大叔手机响了 于是大叔去洗冷间冷静了一下 出来后,男孩也拍了大叔的照片 发给黑客 然后大叔说黑客让他们将蛋糕 开车送到某个地方 而车在停止场 根据车牌号和指示找到车和钥匙后 开车前往目的地 在路上,大叔说自己在房间等个妓女 她有个幸福的家庭 但已经没有激情了 所以加入了某网站 认识了Mandy 两人相互发的老照和那种聊天 现在都被黑客获取了 如果被他们抱出去 家庭就毁了 而男孩也坦白说 因为自己对电脑做羞羞的事 被他们录下来才被威胁 正说着 车没有了 大叔去加油站加油 结果遇到了熟人金发女 大叔介绍男孩是自己的侄子 说自己要送侄子去火车站 结果金发女说自己要去某地正好顺路 让他们带她一程 但他们并不是去火车站 而是相反地点 这是黑客不离发消息说你们走错路了 20分钟内到达 不然就爆料出去 看到消息后 大叔开始超声狂奔 金发女看太危险了 就说自己到了 金发女下车后 大叔赶紧按导航开到了目的地 然后收到短信 让看一下蛋糕里面 结果蛋糕里面有手枪 帽子和眼镜 黑客让他们决定 谁是刺激 谁去抢劫 大叔说自己当刺激 是夫男孩去抢劫 如果不这样 他们就把照片报出去 所有人都会调侃你 把你的表情做成表情包 甚至一直在网上传播 可男孩很崩溃 说自己做不到 但最终 男孩还是心惊打仗地来到了银行 掏出枪对着店员 让店员把钱给他 可自己却被吓得尿了裤子 拿了钱出门 赶紧坐上了车 然后黑客让他们去另一个地铁 到了之后 让大叔去敲火车 让男孩带着钱到森林里的交接点 到达后 男孩看到一个高个男 高个男从箱子里 拿出一个飞行摄像头 摄像头拍摄着男孩 和高个男的画面 高个男告诉男孩 黑客让我们打架 谁赢了 就可以带着钱离开 还说自己的事 如果被爆出去 这辈子就完了 然后问男孩 被他们抓了什么把柄 男孩说 自己只是看了几张照片 高个男则问 他们有多小 还说自己也是 这是他们收到信息 让他们开打 打死为止 结果男孩崩溃地掏出了枪 对着自己开了枪 可里面并没有子弹 高个男见状 冲男孩扑了上去 另一边 大叔到了家 手机收到了一张诡异的图片 然后看到妻子 已经知道了曼妮的事了 所有被威胁的人 都收到了那张诡异的图片 事情也都被爆了出去 男孩满身伤痕地 从森林里走出来 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原来黑客还是把视频公布了 而男孩是恋童 然后男孩也收到了那诡异的图片 而警察也找到了男孩 故事就到这里 且不说男孩和大叔 还有这些被威胁的人的过错 对于黑客而言 欺犯他的隐私 本身就是犯法的 不能说他惩罚的人是有过错的 就认为这些人是活干 因为黑客本身 不知道谁的电脑里会有把柄 他可能进入了很多电脑 没抓到把柄的就卖乙私赚钱 抓到把柄的就以正义的名义 去戏弄他人 所以在我看来 黑客比这些人罪恶得多 但比起隐私被侵犯 更可怕的是网络与语问 男孩宁愿去前银行犯法 宁可坐牢 也怕自己的视频被公布 或许有人会说 因为男孩有恋童癖 被公布会遭到所有人的谴责和谩骂 这辈则就毁了 但假如男孩不是恋童癖 只是对着电脑羞咬了 这样的视频被公布了 有多少人能保证自己不去调侃和嘲笑 就像影片说的 网络上的东西无可救养 永远不会消失 它会跟你的名字粘在一起 成为永远的物点 向当初验诏们爆出 更多人不会先关心一下 自己的隐私是否安全 而是赶紧储存下载 怕看不着了 或许在网络中 真相好像没那么重要 人们更乐中于看人出丑 这才是新西纪孔的 比起牢笼禁锢着身体 网络却禁锢着我们的思想 可生活在这个时代 永远无法逃出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